上次去北京已是十多年前 很新 去到很內城區認得 但外面一路進去的社會機場 覺得有很多建設 有很多東西要認識 要接觸才知道 要理解 看到當地無論是主教 神父 教友 修生 非常熱情 他們很渴望 很期待 我們和他們的交流 我們去到的探訪 大家聊天 想不到幾位神父 教育秘書長 陪同 幾天 所有時間 很多交流在路上 不僅是官方 坐車 傾談 覺得他們很熱情 很想我們認識他們 他們認識多關於香港教育區的事 這是感受很深的 我自己回來後 突然間有一個感覺 我也想用一句說話來總括這個行程 真是兩地教會共與同行的經驗 因為普世教會開始了共與同行的旅程 希望每一個教會都能夠一方面 回到我們的根源 我們的初心 即是在聖神之內 當年如何推動這個教會 另一方面 亦能夠辨別時代徵兆 與時並進 如何來更好地傳人福音 我自己覺得這次這個行程 基本上我們就是走了這一步 和北京教會或者內地教會的兄弟姐妹 我自己覺得這個經驗很感恩 感恩就是每個人都有一個誠意 都有一個盼望 我們有盼望、有誠意 而教區的或不同的人接觸我們 都有一份盼望、誠意 就是能夠多一點去交流 很開心我們上去 幫我們安排的有關單位 其實都是安便、方便我們 可以做到我們想做到的事 那教友固自然 教友的熱誠是不同的 和香港的教友是不同的 所以我自己的感覺 一個是一個… 我不會說是破冰之內 所以我會說 因為破冰是由舒基做了 他做了我就不會去… 怎麼可以再破冰呢 那個冰沒有封過 所以我可以繼續 我應該不是重複 是繼續這個旅程 所以看到聖神的推動 不是一個單方面人的安排 因為你看到 聖神是一個共融的聖神 合一的聖神 不代表沒有分歧 一定有分歧 但在這個分歧中 我們如何找一些共同點 如何合一 大家的良好意願 就是能夠… 我們教會走到一些 一起走的 共議同行 同道皆行 所以我感受到 這是一個開始了 我真的在這個階段 是一個開始 一個良好開始 當然那條路 還有一條很長的路 怎樣走法 這條路要繼續分辨 我為我自己 進去時很詫異 到晚上七時多 在北京這個情況 應該很安靜 然後我心想要坐滿 想不到那麼多教友 但一開始我便知道 我們安排本 打算是晚套 後來又說太澤祈禱 現在變成利馬道 都是有些太澤的歌 變成為利馬道的 可敬者利馬道的敬禮 希望他能列增福品 來到祈禱的開始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亦都在那時刻非常感恩 有利馬道這位 天主簡選的伯仁 幾百年前來到北京 為我們開始了這種交流 直到今天我們可以恩著他 將信仰 生活出來 會現出來 盼望聖神 亦通過他 可以幫我們向前再走 所以感受很深 在這裏 我自己想起一種很深刻的感覺 變成利馬道是兩地教會 或是中國教會的根 或是我們這次整個行程的一個共同的語言 共同的起點 共以同行 可能是可以去到再早些教會的早期 但為中國教會來說 利馬道亦都可以說得上是一個 教會進入中國大陸的一個比較明顯的開始 當然之前我們都知道有其他的 收會或是傳教士是曾經入過中國 但是利馬道某程度都是代表了 一次成功的進入 或者是有規模的一個進入 所以當我們 我自己看到利馬道的象的時候 有一種的感覺 我們是同根的 我們亦都分享著同一個使命 這個使命就是怎樣努力 將福音以中國人聽得懂的方式 可以接受的方式 來在中國發展或生根 我當日有幾次很感動 因為我自己耶穌會士的身份 我覺得他們真是想得很好 將那個由滿土變成太澤祈禱 然後給予利馬道的祈禱 我想是為了一個大家共同的盼望 又是利馬道能夠宣服 然後宣誓那些 大家也看到的 其實中國教會是很盼望的這件事 然後當日有些人穿漢服 是嗎 我覺得很特別 我們的漢服不會穿漢服 他們穿漢服出來讀經 好像九天圓裡下凡塵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特色的東西 一個經驗 我們真是在內地 在中國本土文化裏面 為一個大家也景仰的傳教士 而他和他的兄弟開札了 第三次進入中國 第一次是警教 是嗎 警教 第二次是方制會的曼高維樂主教 是元朝的 但很可惜就沒有了甚麼紀錄 而第三次是明末進入清朝 有多很多紀錄 我們可以跟進 所以我們承托著這些前人的兄弟 兄弟姊妹 入到中國 我覺得祈禱也有一個承擔 我記得到我們走的日 在東堂 尼撒的福音 是說五餅而餘 說那個小朋友 拿五個大墨餅 耶穌又獻了奇蹟 我想說利馬道就是那個小朋友 他做了他可以做的事 他做到盡了 拿出來 他不能吃 可能耶穌做不到 自己那些都沒有買 他不拿出來就自己夠吃 但他拿出來 天主就行奇蹟 利馬道這樣做了 或者 我妄想 或者我們都可以做那個小朋友 你說 我們幾個去北京之行 這次 你做了甚麼 你改變了甚麼 可以說都是一些很少的事 可能都是五餅二餘 但是這個時候我們看到 我們可以做的 小小 那我做了 之後再做甚麼 再看看 再敏銳一點 看看需要 看看天主的引領 所以這裏分辨很重要 跟天主的親近 要經常聽他的聲音 看看兄弟姊妹的脈搏 無論是鄉教會 內地的教會 我們需要 我們可以做得少少 多一點交流 多一些 互相談 就做一點 再大一點會怎樣 嗯… 不太知道 我想這段福音的奇蹟 給我為自己很大的啟發 從利馬道到我們今天 可能是天主在這時候 給我們的啟示 一個引靈 我自己看利馬鬥那種交談方式 就是一種 從對方的角度去出發 或者考慮 因為我們過往交談的時候 就可能我們 著重了我們自己想說的話 但是利馬鬥就會 從對方的角度去思考 我怎樣說 他才會更加明白呢 他有甚麼限制呢 他的特點是甚麼 所以我們看到利馬鬥 早期來傳教的時候 為何他會曾經 以真人的方式 來表達自己 後來一個愚者 又或者他盡量 跟當時的一些士大夫去接觸 或者通過了一些 西方當時的一些科學知識 引起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 他們的興趣等等 這些一切都是利馬鬥 他那種交談的取態 當然交談到最後 都是想傳達這個訊息 那些都是一種表達的途徑 這個也是後期教會 講述這個本地化的意思 所以我自己覺得 繼續利馬鬥的交談 一種的模式 其實就是一種更深入的 一種的教會信仰 本地化的一種努力 如何完全融入了 接受了在一個文化背景裡 然後以保持著這個福音精神 將這種福音精神價值 以別人聽得懂的方式 或者別人期望的這種渴望 如何去滿傳他們 將福音表達為一種他們的希望 就是他們在生命當中 所尋求的目標 這些就是當年利馬鬥的 傳教的抱負 我想放諸於今天 我想我們這些模式 或者這個方法 都應該繼續這樣去溫柔 以往去的事 就以耶穌會事 接著是中華省的省長 接著是中華區的主教 去到感覺就是 你真的站在那裡 真的縮緣起勁 不是站在那裡 真的縮緣起勁 很感恩這位我卿長 亦有很多卿長在左若鴿 醫官重藝 有位專家跟我們解釋了 其實他們之後還經歷了很多劫術 義和團 破壞了 文革也是一次的劫術 我們這些前輩 兄長 他們所做的 所願意的 仍然在面對困難 仍然在面對挑戰 但他們為我們鋪了一條路 這條路我們繼續走 但這條路不會容易走 不會容易走 因為實在有其他勢力 我相信是不想見到這件事發生的 所以我們要分辨聖神 我們是跟著聖神的 起碼我們盡量能力去分辨 去澄清 去做 所以利馬達來到中國第一本出的書 是《交友論》 正正在交友之間 我們怎樣可以去認識對方 亦都容許對方認識自己 就是這份坦誠和平等的方法 去聆聽和互相交流 我想這就是我這次也有經驗 就是當我們跟別人交流時 當人是一個人 或當人是一個身份 是很不同的 當人是一個身份 只會反應 對身份有反應 但對人是一個人 就是人與人之間那份的回應 那份的交流 其實是很不同的 很虔誠 年長那些 特別現在不是每個 年長那些 他們會有這份見到主教 有份激動 有份熱情 我想是不同的文化表達 香港教友不一定 但其實也很熱情 某種另外的表達方式 我看到他們 其實很大部份 也有適應當眾 因為中國內地急速地城市化 其實剛才蔡庫主教所說 教會有很多人在鄉下生活信仰 現在到進入城市 是很不一樣的 鄉下地方 你成為一種生活習慣 次序就是這樣 起床去聖堂 你不用問 全村人都去聖堂 你想不想去都不行 都要去 但城市不是 有些城市是要主動的 你不去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叫你 所以這個 教友又適應當中 整個教會都是本身 我看到在北京內 不少的教友熱心都組織起來 在城市內 按照他們的興趣 有能力 有不同的組別 服務教會生活信仰 我記得第一天在北京教區參觀 北堂主教作堂 有很多穿著西裝 很漂亮的 有些年輕人 站在那裡歡迎我們 和指向我們走 後來我問一位神父 兄弟姊妹 他們是接待祖 亦都是道賞祖 他們每個星期 或最少每個月 要拿一天出來 奉獻給聖堂 組織了這個接待祖 這個道賞祖 有六七十人 因為聖堂平日開放 接待遊客 或是教友 參觀聖堂 作為一種複存回介 他們服務 而中間很多這些教友 是來自農村 搬入城市 在打工 我看到他們在不同的環境下 都是努力生活信仰 這份值得不只是香港教友 我想是各地的 我們基督徒都應該這樣生活 信仰不是要在某個特定的環境 某種情況下才能生活到 不是 信仰是超然的 他在任何文化 任何情況下都降生在那裡 就像耶穌一樣 降生成人 如果我們努力 天主會祝福我們 就像這些教友 他們由來鄉下到城市 很多經歷的轉變 一定可以想像到 但一樣很有活力 生活信仰 繼續為主作見證 服務 我覺得這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我自己也有反思 看到那些教友 跪在那裡不只是年長 其實有些年輕一點 可能跟著店長的櫃 其實我不太喜歡別人疼我的戒指 但是在他們的生活中能夠跪下 親民主教戒指 是他們對普世教會的共融 那份渴望 這是他們的情懷 我覺得又不可以不容許 但是我只要看回 就是正正他們的宗教情懷 不是很深 或者他們不是很想到甚麼神學 甚麼教理好深的教理班 神學這些宗教研究 有些少很多 應該是沒有 但是宗教情懷正正是 幫到他們面對 在這麼多年內 在中國走過 他們的一些挑戰 一些困難 他們走得過 我看回我們香港教會 我們有很多這些資訊式的東西 信仰的資訊 有教育 有培訓 但是我們感覺不到 這麼深的宗教情懷 在香港 這可能是需要的文化環境 如果我們能夠將我們所學的東西 能夠深化在宗教 在靈性上 靈修上的情懷 會更好 其實我認為香港的教授 很需要貴 對整個戒指 但是對教會的那份愛 對教會的那份愛 對普世教會的那份愛 那種認真 老實說 我們大家都是港英政府 很能夠成長的 國家的意識不是強的 在各地階段 所以說愛國是很陌生的東西 我們自己都是很陌生的 所以我們不會想掛在口邊 也很少說 甚至不說這件事 但不代表 我們宗教裡面 我們教會裡面不說愛國 其實在我們的要理裡面是有的 在天主教要理裡面是有提過的 耶穌基督海撒的歸海撒 天主的歸天主 他們兩個沒有衝突的 所以我們有一個責任 是能夠將自己所住的地方的國家 變得更好 其實是合手法 將公義能夠在自己國家 都能夠活到出來 所以這個教理有 其實胡舒基當年也有說 然後方濟國的教宗 最近也有說 所以不是一些很陌生的東西 教會有說 另外就是說 我們要留意 愛國這件事 國家最重要的資源是什麼 是人民 教會最重要的資源都是人 所以我們愛國其實是要愛人 特別是人民 我覺得如何會有矛盾呢 應該愛國 我們如何能夠在天主教會 在香港面對中國 我們如何愛我們中國的人民 我們兄弟姊妹 我們香港的人民 當然想一個國家好 人民好 我們都希望政府好 想希望政府好的話 我們就能夠有機會 我們可以跟政府有交談的空間 因為政府都需要聆聽 我覺得政府是願意聆聽的 如果他覺得我們都願意聆聽他 這是雙方便的事 所以要有一個空間 大家都有一個開放信任的空間 就是我都願意聆聽你 你都希望你會聆聽我們 這樣的話 政府會好些 國家人民會好些 這其實就是背後最重要的東西 不單止是天主人禍 其實在疫情之前 我知道不少的堂區 或是教區裏面的一些上團體 其實都去探訪來地 譬如一些不同的堂區 不同的地方的教會團體 甚至在一些是社會上 譬如說一些慈善的機構 或是麻風病人 去一些麻風村 我自己都去過很多次 和不少不同的教育團體 這些與教會沒有直接關係 譬如有些孤兒院 有些殘障人士 其實這些都是一種愛國的表現 愛這個字包容很廣 它有基礎 不是一開始就要全部去愛 是不可能的 就由認識開始 由接觸去加深 我想一直以來 香港的天宇教教友們 有這份很自然的 願意愛自己的兄弟姊妹 無論是教會內或是教會外 很自然的流露出來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我自己所理解的那種愛國 是很簡單 其實是一種身份的認同 和一種情感 內地為我一個好心的感覺 其實就是很早期 我想從中學開始 我跟我爸爸媽媽回到鄉下 探望我叔叔、我爺 看到當時他們那種生活的情況 或者我們每次上去 都要帶很多物資 那種感覺是不開心的 他們是我叔叔、我爺 我又看到我爸爸 為他們很擔心 那時候這些印象 一直在我心裡 我會記掛著這些人 我會記掛著這個地方 我會留意他們最近怎樣 他們有什麼需要 就是這樣慢慢開始 所謂對中國有一種情感 或者一種所謂身份認同 他們是我們的家人 更加強一點的那種所謂 叫做中國人的意識 就是我升了神父之後 我去羅馬讀書 我住在一個工學裏面 來自五十多個國家的神父一起 很自然 當時我自己是來自香港的神父 但是亦有些是來自台灣 我們很自然 很親切地 大家多些機會走在一起 聊聊天 我普通話 都是由那時候 開始在他們身上高學 因為想跟他們溝通 開始大家都說一下 中國節日的時候 我們又一起聚會 一起去分享一下 我覺得是一種文化上的認同 身份上的認同 以至到有一種這樣的情感 有一種這樣的關係在這裡 就是為我自己來講 今天當我關心這個 從信仰的角度 我關心這些 教會裡面的兄弟姊妹的時候 自然我也都 好像周主教所說 就是他們的生活 他們所處的社會 他們面對什麼挑戰 自然我也有興趣了解 或者是聽他們的故事 我自己所理解的那種 外國就是一種這樣的情感 很自然 我們這一代真的見到這些 家人穿幾條褲上去 穿幾件外套上去 其實不是冷 你隨便給當地的親人 那些從村的人 這份情 可能現在少見了 是真的很深的 我想補充的是 愛國不是經常怪口 所以你不會經常聽我 我經常說愛國和韓國 但我覺得 我已經表達了出來 這樣就足夠了 最重要是怎樣用行動 在關係裡 身分認同行動裡 表達對我們的同胞的愛 我們在一起 所以我們在一起 我就是在一起